- 女生每個月總是會有幾天不舒服,那我是不會痛到在地上打滾,只是很受不了失血這件事情,不喜歡衛生棉又悶又卡的感覺,後來同事推薦我可以試試看棉條, 那用了之後我就回不去了,我現在固定使用的是這個,靠得住導管式棉條,那這個紫色是一般型,我通常會在前三天使用,因為那時候量比較多,後面量少的時候,我個人覺得比較難放進去,所以就不會用棉條會改用衛生棉,很多人對於棉條有錯誤觀念,那我講幾點,第一個就是棉條相較於 衛生棉,可能衣物感沒有那麼強烈,所以就不會想要勤勞地更換它,這樣真的很難,一定要勤勞更換,那就是根據你的量多寡來決定時間,大概是兩到四個小時換一次,我自己的話是三個小時會換一次 第二個是睡覺時使用棉條,雖然這樣可以讓你睡得更安穩,但是因為睡覺時間很長,所以也不建議使用棉條 第三個是棉條會搭配護墊使用,那護墊也要勤更換,最重要的一點是,平常沒事不要用護墊 護墊的部分我一直使用的是這個,蘇菲超輕柔超保護墊,我買的是清新花香款 衛生棉則是靠著柱草本液菌系列,那我對衛生棉沒有太多的想法,所以這些都是特價的時候買的 後來看到很多人推薦愛康兩港衛生棉,想說來試試看 那今天包裹到了,就來看看我都買了些什麼吧 可以看到它的包裝真的不像傳統的衛生棉,而且它這邊有一個開口的設計 我覺得還不錯,因為啊我真的很討厭這種包裝 就每次要撕的時候我都會覺得很煩,不知道怎麼撕,不知道從哪邊撕會比較好 我依照自己的使用習慣買了四包護墊,護墊算是我所有衛生棉裡面使用量比較大的 買了四包試試看,然後我買了三包日用,雖然是日用,但是我的習慣是會在量少的晚上使用 因為量少嘛,它就不會往後流,那我覺得日用對於那時候來說還蠻剛好的 再來還有三包量少,因為它的長度比剛剛的日用還要再短 只有19公分,所以我就會用在量少的白天使用 睡覺的時候我一定會用衛生棉,那像前三天量比較多的時候我就會用這種超長型 這樣睡起來會比較安穩 好,那我很快就要迎接我的好朋友了 所以接下來我會好好的感受一下艾康涼感衛生棉 然後我會怎麼讓我看看 我幫你用宿舊氣 我會坐在這兒 我會跳那星大天在哪兒 我會跳那下一樣 我會跳那星大天